哈喽哈喽姐妹们 前几天呢我发了一个项链佩戴的技巧 然后评论区里面呢就有很多姐妹问我要项链的链接 所以今天呢我来了 我呢给大家整理了几条我平时呢佩戴最多的项链 其中还有几条呢是近期新买的 第一条呢就是这一个KVK的 它真的是什么风格的衣服呢它都可以驾驭 因为它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简约基础的款式吧 但是呢仔细看还是很有设计感的 就像平时穿休闲一点或者是比较有设计感的衣服的时候呢都可以佩戴 这里呢是有一个小环 然后可以这样子调短一点拉长一点都是OK的 这感觉呢还是蛮秀气的 而且因为它上面呢是有一些小钻的嘛 这看上去呢还是蛮精致的 但是呢又不是说抢衣服 它也是非常的适合拿来做搭配 包括是一些女人味一点或者是鲜一点的衣服呢 它都是可以搭的 第二个呢就是珍珠项链了 正是人手必备一条 就无论它是单带或者是拿它来迭代 真的是超级无敌的百搭 像我买的这一条呢 它下面呢是有一个小钻的 就比较的气质温柔一些 因为像珍珠项链呢 它本来就是自带一点腹部的感觉的 所以像平时穿衣服的时候呢 就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温柔 然后比较腹部的衣服 像我平时选珍珠项链呢 我更加的喜欢这种小珍珠一些 最好呢是还有一点点那种不规则的形状 我感觉呢会更加的有个性 更加的在看一些 下面这一组呢它其实是一个配套的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根细项链 然后呢还有一个粗项链 迭代在一起超级超级的好看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条细的 它的这个珍珠就是锅子的形状 我感觉珍珠跟金色配在一起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其实它们分开各自单带呢 也是非常的好看 像这个珍珠呢 这样子戴上就是会比较的有女人味一点 就会显得锁骨这一块呢很漂亮 迭代真的是好好看 跟我今天的这一层呢也非常的大 粗的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爱心的一个吊坠 就很像一把锁一样 像平时穿T啊或者是那种Viling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带这一组的 就非常非常的百搭 下面这一条呢也是KVK的 我从去年开始吧 我就还蛮喜欢买他们家的项链的 甜酷疯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一条呢是他们的桃花金石系列 它的链条呢是这种比较粗一点的链条 但是上面呢搭配了这一个粉色的小金石之后呢 正好可以中和一下让它看起来呢又甜又酷 然后上面呢又还会有一些小吊坠和一根银色的小链子 如果是觉得太复杂的话呢这一根是可以拿掉的 但是我感觉它放着的话会更加的有层次感一些 像它这个系列就好像还有耳饰还有戒指吧都还蛮好看的 像这个项链呢我就是觉得平时穿那种比较酷的衣服 或者是有一点点小性感的衣服的时候呢就可以佩戴它 就非常非常的加分 下面这两条呢就是我最近新买的了 不敢像这种材质的呢就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带 像穿那种小吊带或者是这种抹胸裙的时候呢 带这一种项链呢就瞬间有了那种夏日的氛围 像这条蓝色呢我就觉得它的颜色呢超级超级的漂亮 而且它每一个石头呢它的大小形状呢都是不一样的 像平时穿浅色系的衣服的时候呢就可以佩戴它了 戴上以后呢就是这一个样子 当然呢跟我下面这件衣服的氛围呢是不太搭的 你们可以自行想象一下就是我现在呢穿着一个彩色的小吊带 或者是白色的衣服就瞬间很有那种清凉的一个氛围了 它除了可以到项链以外呢就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在手上绕个几圈 当做一个手链来戴 然后这条呢是我前几天在上海BM逛街的时候买的 当时在货架上看到它我真是一秒就入手了 它的这个绿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在阳光下呢就是那种很透的一个感觉 而且它中间呢是用了一个不同材质的做了一个拼接 就还蛮特别的 其实它跟我身上的这个项链呢属于一个类型的 我觉得像这种项链呢和抹胸搭配在一起正是最佳CP 这很有那种成郁的一个感觉 如果是家里面抹胸或者是吊带比较多的姐妹呢 可以去入几条这种材质的项链 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结束了 大家拜拜